HELLO 新浪娛樂的網友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演員劉亞瑟 其實我心態放的還蠻好的 我雖然很希望自己能夠拿到這個獎 因為拿到這個獎至少證明我的選擇跟我的堅持 對於我的回饋嘛 一切都非常的值得 但就算沒有拿到的話 其實走到今天 千金銀黃 然後我的老闆也跟我說 如果我沒有拿到這個獎的話 你放心 我也會保證你一定有戲拍 那對於我來講其實拿獎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我覺得有戲拍對演員來講是比較重要 因為我覺得我拿了獎 這個獎其實不是屬於我 尤雅瑟的 他不能證明我尤雅瑟 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所謂的實力拍啊 演技好啊 我自己從來都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這個獎是屬於角色的 是屬於我飾演的王桃這個角色的 那我真的還是希望 啟開這個角色 未來 有更多人願意從我身上去發現點什麼 去改變點什麼 我還是很需要其他的機會 我也希望我的演員之路 可以多一些嘗試 影后這兩個字對我來講 甚至對每一個演員來講 甚至對每一個演員來講 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兩個字 是我們曾經都幻想過的一個目標嘛 大家都希望能夠拿到影后影底 是對我們作為演員最好的肯定的認可 可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夠 不要太在意這兩個字 因為我也不想給自己太多的壓力 我也希望網友們也 不需要把這兩個字放在我身上 然後去跟我的之前跟未來做比較 你現在問我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回答你 我只能說 就是我能跟王陶身心融合在一起 好像被安排好的東西 就是我唯一有去為這個角色思考的點 去做準備的點 就是有放大一點點我個人的情境 因為王陶想要在角色裡面活下去嘛 他為了贖罪 而我在娛樂圈作為一個小童女 我也想要能夠在這個影視行業裡活下去 證明我自己可以 我覺得應該也是一種緣分吧 麵琳姐說是一個攝影師把我推薦給她的 看到麵琳姐我就是有一種 會想要信任她 就是把自己交給她 因為她確實是很專業的經理人 所以我沒有任何理由 當她找我的時候 我的內心就已經告訴我 我肯定簽的 我沒有任何條件可談 我肯定簽的 其他的公司正在談的公司 我全部都再見了 當然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英皇有電影 因為我很想拍電影 所以我覺得簽一個電影公司 一定是最適合我的選擇 你覺得自己的電影公司 你覺得自己的電影公司 當然有過 就是在我拍完第一部作品之後 很多人跟我說 你看你演了電影的主角 接下來你的選擇 就不能什麼戲都接了 有一些小的角色 你就不能演 可是一等就是好幾年過去 沒有機會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 不能不像現實低頭啊 那 你這個時候沒得挑 你沒有資格挑 那有戲來 對 能著意就不錯了 對吧 我演這些配角 我也很開心 首先是因為有戲 第二個是 誰說綠葉沒有紅花美呢 我不覺得 我就喜歡綠葉 綠葉總會有人喜歡的 只是比較少 小秀當然是想 讓自己 能夠被更多人知道 所謂的紅 因為這樣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拍自己想要拍的戲 可是有一 很長一段時間 我就在想 不紅挺好的 不紅很自由 不被人關注的感覺其實挺好的 因為我小秀紅過 其實我體驗過的 我之所以從 老家 從湖南 出來北京 是因為害怕被關注 我覺得他們過度關注我 會讓我變得很沒有自我 而我的人生 最重要的兩個追求 就是自我跟自由了 我只是參加過比賽的選手 而我根本就配不上一個歌手的身份 那我又不是歌手 我都沒有辦法唱歌 所以當然 立刻選擇 放下這個 歌手夢 去選擇另外一條刀 那你是怎麼做到這麼清醒 因為你 不只拿過一次很好的名次 當你再次拿到的時候 你應該覺得 其實我還是有一些偶像的 肯定是有一些我自己看不到的優點的嗎 嗯 我其實有 我因為 我希望別人能夠看到我的優點 但是我自己看到的全是缺點 因為我覺得是 我能看到自己的缺點 我才有可能進步吧 所以我經常在網上有 有刷網友對我的評價嘛 就我反而是比較喜歡看那種挑我身上毛利的人 我雖然沒有演戲 跟唱歌的天賦 但是這種自知之明的天賦 我真的是一直都有 我其實自己也覺得蠻神奇的 就像我朋友說 他說你的 青春期 離我比較長 然後在你最叛逆的年紀 出來闖社會 竟然沒有學壞 這是我自身 擁有的一個 一個本能的一個東西 嗯 我不太會被 外界的東西左右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也是一個非常 自我固執的人 雖然我也會被別人的話語 影響到自己非常的糾結 但是 在真的做選擇的時候 我還是聽從我自己的內心的 也不會為了現實去妥協任何東西 因為青春的叛逆 嗯 嗯 就是很怕你啊 就是 貪玩 嗯 嗯 沒有想過別人的任何的原因 你是 出道之後很快就轉型 繼續做演員了 為什麼是想 就這麼快的就去走演員路呢 因為我想當歌手 哈哈哈哈 沒有了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所有人都罵我 罵我不會唱歌 然後我就很 很叛逆嘛 不服輸的精神是一直都有的 我就在想說 如果有一天 我做演員 如果紅了的話 我就可以出自己的歌 到時候我在唱歌的時候 就是打臉你們 說我當不了歌手了 啊 當時是真的是非常非常 怕你的一個想法 就是為了跟那些不喜歡我的人 做對 就尋找另外一條錯路 然後還是為了回到歌手這條路上 那現在中間你有好幾年 就沒有什麼戲拍嗎 但那個時候 有沒有後悔過 我也心想如果我繼續做偶像的話 我可能現在本來就過著很舒服的生活 啊沒有沒有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當然我其實是 我是希望我自己當偶像的 希望我的 經歷能夠給到他們的一些 一些啟發也好 一些就是正能量的東西 那是我一直真的非常是希望 自己能夠做的事情 但是我並不想讓自己成為一個 光有一張外表 然後沒有作品的偶像 這個是在我時 十七歲拍完第一部電影作品的時候 意識到的 因為我有演過電影 因為我有在大螢幕上看到我的作品 我那一刻是覺得 當我有了作品 被觀眾喜歡 我覺得自己非常的值得被喜歡 可是在我選秀的時候 我被那麼多人的喜歡 我覺得我承載不了大家的喜歡 因為我 什麼都不會 我什麼都沒有 你們為什麼要喜歡我 這是會讓我疑惑的 我有很窘或很窮的時候 我還是個小孩子 就算沒有飯吃 我身邊的樂樂姐姐們都會帶我吃飯的 所以我沒有覺得自己很慘 我跟別人說我 就是窮到兩塊錢吃了一個星期的饅頭 我的朋友都哭了 但是對我來講 吃饅頭怎麼了 饅頭就老媽媽可老吃了 我不太想去 去回憶之前的 心酸啊痛苦啊 就是那些 對我來講都是非常美好的回憶 看娛樂圈是一個離民歷最近的一個 那個一個地方 覺得你的心態調整的還蠻好的 就沒有那麼高的物質最強 我每天給自己洗腦說 就是如果今天我 一個月 振一萬塊錢 我工作十天 我還有二十天的時間休息 可是如果我今天紅了 我工作安排的很滿 我就算一個月振一千萬 那我三十天都在工作 我都沒有時間花錢 那你覺得是這一萬塊錢的人 過得舒服一點 還是一千萬的人過得舒服一點呢 你唯一多的可能就是錢嘛 然後就是所謂的被關注嘛 然後限制自由 然後可能你穿得好一點 穿得貴一點 但同樣都是一件T恤 我買一件T恤50塊是綿的 你買一件T恤可能是一個收拾品大牌 但是好幾千塊 但是洗過一次都是一樣的 都是會揍的 都是會破的 都是會被淘汰的 所以我對物質是沒有太多的追求的 而且我是一直都是告訴自己 我可以讓自己過得好一點 我也會努力的讓自己過得好一點 我努力工作就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過得好一點 對吧 如果能用上好的東西 那些東西質量更好的跟貴的東西 為什麼不用呢 但是我一定是需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實現它 去實現它 我覺得是來得剛剛好的 哪怕它再晚一點 我40歲的時候來了 我都覺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很多人說出名要趁早 我很早就紅了 但是又有什麼用呢 我覺得沒有用 我反而覺得 我反而覺得 能夠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往前走 這個過程一直是向上的 才是比較有成就感的事情 這是最後一步的 你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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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